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花花余树星终于喜提本场赛事的第一名 小坐睛余树星的表现依然很给力 名次也仅仅后退一位 第二名的成绩是非常的不错的表现了 虽然余树星的名次变化不大 但是依然得到了不少的关注 毕竟在前期每周排名中 其人气一直超高稳局排名第一位 现在在第十周排名中被反超 而且和刘雨昕的票数差距也不大 多少还是有些小遗憾 要从实力上来讲 余树星虽然不差 但是和刘雨昕比起来确实要弱一些 不过她确实很讨喜 很招人喜欢 所以人气也是高到爆棚 刘雨昕自从登上舞台开始 表现就非常突出且惊艳全场 后期的每一次表演 也是会为观众们带来不同的惊喜 在和伙伴们的交往中 也展现有责任有担当的一面 好性格也为她全粉无数 排名出来以后 余树星在发表感言时也对自己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虽然名次是调了一位 但是自己却没有退步 因为在她看来只有停止脚步才是退步 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 对每个正在奋斗的人都很有用 当然这个看上去很闹腾的小姑娘 其实做起事来还是非常努力的 不然也不会得到那么多的支持 在网上的好评率提升的也很快 不过吐槽一下小姐姐 最近真的是长胖了 小脸是肉眼可见的边缘了 别只想着用头发遮 稍微控制一下饮食不好吗 难道压力越大 越容易长肉这事是真的 这次的排名出来之后 相信小昨今的压力会再加不少 很明显C位出道有点难度 不过余树星还是很有自信的喊出了 刘雨昕等着姐姐 除了因为拥有众多的粉丝 也得益于一直以来很稳定的表现 刘雨昕舞蹈和唱功方面实力超强 所以决赛拿下C位的呼声也很高 两个人现在互为对方的威胁 决赛还是很令人期待的 看过以往偶像选秀节目的都知道 基本都是排名前三的都能组团出道 所以各位小花们都在拼尽全力 希望能够成团出道 让自己的心图更加顺畅 这次青年二最终会有九位选手成团 赵小棠 乃万和谢可云等人的压力 着实不小 毕竟现在剩下的练习生中 实力大多旗鼓相当 就看决赛的时候是能表现得更好了 随着青春有年二结束了第三次公演的舞台 无论是练习生们还是粉丝们都是期待已久 因为第三次公演舞台的结束 也就意味着青春有年二也即将步入尾声 但是也随着节目的发展 网上关于最后的出道位的讨论 也是一直争论不休 除此之外 关于最后成团后组合内的门面担当 也一直是网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而不少网友们心中也有属于自己的门面担当 而门面担当是指偶像团体组合最出色的 工人外贸最佳的成员被推选为形象担当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你认为谁才是最后出道组合里的门面担当 余淑欣 余淑欣作为自节目开播以来就人气最高的学员 再加上亲力的长相 竞争门面担当 可以说是绝对够资格的 也许很多人会问 余淑欣不应该去竞争C位吗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客观来看 说实话 余淑欣的舞蹈和vocal实力 在一众出道位的练习声中 并不是数一数二 相反还差一截 而C位的要求则是舞台展现力强 实力强 相比之下 新星子虽然人气很高 但最后很难以C位出道 最终的位置很有可能会是门面担当 金子涵其实在大部分网友看来 金子涵才是最适合门面担当的存在 因为他的颜值实在是太高了 要知道金子涵可是第15届 美国华裔小姐比赛季军出身 这样的证明实在是绰绰有余 而金子涵作为这一次新晋的出道位成员 人气也是随之随涨船高 不仅实力相当扎实 颜值也是相当的耐大 相信大部分网友都是冲着他的颜值粉塌的 奶萌的外表和憨憨的表现当真无愧是人间小奶猫的称号 而他也是融化了一众网友的心 安琪虽说最近安琪因为27亿的镜头分配而被网友们吐槽 但是这也不能怪安琪是让他这么美呢 虽然安琪身高不高 但是身材比例确实很好 娇小的身材更能激发大众的保护欲 可是安琪小辣椒一般的风格却又相反 这样的反差萌也是让不少网友喜爱 除此之外 嘴角的美人质更是为他平田几分性感妩媚 当真无愧重庆小辣椒之名 而安琪虽然实力也同样强悍 但是距离C位的人气还是差了不少 因此门面担当才是他竞争最激烈的位置 刘令兹 尽管刘令兹这一次并没有挤进出到位的位置 但这并不妨碍他是最后组合门面担当的热门人选 因为他距离出到位无限制接近 刘令兹亲冷的长相一直以来都是节目中较为亮眼的存在 而他看似高冷的形象也是十分符合门面担当的水平 一直以来网友们一直都把刘令兹和金子涵比较 谁才是最适合的门面担当 但也一直无果 因为二人都很适合 只是风格不同 而且就目前形势来看 出到位中不少选手都迎来了排名的下滑 难保下一次就不会调出出到位 而刘令兹势头又猛 所以刘令兹机会还是很大的 许佳琪 KK许佳琪在第二次排名之前 一直都是C位的热门人选 在节目刚开始时 所有人都以为最后的C位会在许佳琪和于舒兴两人之间产生 但是却不像网友们想的那样 许佳琪排名下滑 跌至初到位边缘 刘雨昕的强势上升 几乎断得许佳琪在拿C位的念想 而这次许佳琪排名的下滑也引得网友们猜测 毕竟这下滑实在太多了 不少网友猜测 因为许佳琪是SNH48热门成员的原因 271是绝对不会把C位的资源 倾注在一个已是女团成员的练习生身上 因此对许佳琪进行了压票 就目前形势来看 许佳琪几乎和C位无缘 门面担当确实可以竞争一下 毕竟许佳琪人气高 颜值好 绝对是有利的人选 其余成员 很多网友可能会问 刘雨昕预言孔雪儿 为什么不能是门面担当呢 他们当然可以 但是小八认为C位却更适合于他们 那才是他们真正竞争的地方 相比于刚提到的几位练习生 这三位不仅自节目开播到现在 不仅仅是人气数一数二 实力更是没话说 刘雨昕的舞蹈实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 当C位真的绰绰有余 预言也是最近人气爆棚的选手 舞蹈和舞台管理经过几次表演 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孔雪儿则是有着丰富的舞蹈经验 有着八年的练习生生涯 而且节目经历到现在 孔雪儿也是逐渐找回自新 表现越来越好 绝对是C位的有利竞争者 而谢可迎不出意外将会是RAP担当 赵小棠最近人气确实略有下降 有网友甚至认为他会被271抛弃 但还是希望赵小棠能够不理会谣言 继续努力 毕竟大鱼海棠的CP还是很甜的 青春有女儿到现在已经27了 距离成团之夜也就还有四期而已 35近20可以说是最后一次顺位排名的公布了 不过也有网友猜测 其实出到位的坑 基本可以说定下来了 毕竟前九的几位在节目的后几期 基本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第20期的时候 常常占领了榜一的虞书星 终于跌到了第二名 双新的C位之争 刘雨昕从节目的开播到现在 终于坐上了C位 可以说通过这么久的努力 实力终于被看见了 人气也慢慢起来了 刘雨昕可以说在节目里 一直充满了争议性 走中信风的她被不少的网友喷 这明明是女团的节目 你偏偏来搞个中信风 那我还不如去看男团节目算了 看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背负着巨大议论的她 始终坚持自己的目标 从第一周排名顺位发布的 第23名到现在的第一名 可以说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于树星终于从第一名跌到第二名 面对第一次掉下名次的她 她说掉下一个名次不是退步 只有停止脚步才是退步 到最后还撒娇似的 向刘雨昕下了挑战书 刘雨昕等着姐姐还有一次机会 对于这样的性格 网友怎能不爱呢 于树星开朗洒脱的性格 是大家都知道的 不过有网友爆料 在结束录制的时候 于树星抱头痛哭 似乎是因为第一次错失C位 网友表示就你这实力 能拿第二名就不错了 还有什么好哭的 对此你们觉得双心之争 谁最有可能C位出道呢 谁出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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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